观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以下节目由万富理财首席执行长 全球保险业最高荣誉 百万元桌顶尖会员获奖者 以望瑶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1号 礼拜四 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再度准时收听本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资深重量级的保险理财专家 Master Life Financial Group 万富理财的总裁以望瑶 万富理财是一个专精个人小企业 以及新移民投资策略的保险理财公司 以望瑶在2016年再创辉煌 不仅荣获了全球顶级保险公司 Alliance Life全美华人第一名 并且继续荣登2016年保险业国际顶级资格奖 全球百万元桌的顶级会员 那么在这么一个岁末的感恩的季节里面 我们不仅要感恩属上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我们还要review一下我们家庭的每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 和我们的税务策略 同时呢我们也不妨怀着一份清醒的头脑 去直面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一些财务上的挑战 正确的去评估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投资能力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财务规划 是目前每一个家庭岁末理财的重点了 谢谢你的提醒 那么我们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奇妙的投资环境 利息呢已经开始微涨了 30年的这个房屋贷款利息已经是4%了 但是呢如果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们往回看的话 今天我们仍旧是处在利息 这个利息仍旧是处在历史的低位 那倒是 楼市股市呢相对以前来说 我们仍旧在历史的高位徘徊 但是的话二三十年以后我们往回一看 仍旧是低点 所以的话 但是的话呢有一个坏消息是已经确定了的 我们所有努力工作的慷慨缴税的纳税人 甚至于包括我们还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我们的孩子们 已经集体背了19.8个缺帘的这个死无前例的这个巨额的这个债 可是这些债务呢最终还是让我们这些纳税人来支付的 所以最近读到有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感慨 帝国崩溃之前我们搜到的处处都是好消息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专业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每一个家庭做好资产保全 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像现在今天这样更有意义来讨论如何保障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个听众朋友您的家庭财富的这个权益 所以今天呢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 从容的预见未来然后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嗯很好 以望那这些债务 还是终究是要我们这些纳税人在支付的不管您愿不愿意这个绝对逃脱不了 那所以我们需要由以望瑶这样的财务规划专家经常来提醒我们做好资产保全 听众朋友们明天中午也就是礼拜五12月2号的中午万富理财将举办一场小型的岁末座谈会 主题就是从容预见未来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并且是提供午餐还有现场感恩抽奖活动奖品是高尔夫球剧一套好棒哦 您千万不要错过和两位资深专家直接交流的机会 报名专线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以望如何可以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每一年保证您无下跌的一个负利低增的这么一个理财的载体 我们不需要太高的回报 每年7.2%左右就够了 然后我们就像索罗斯所说的那样最大化的把它投下去 于是呢您的资产呢十年翻了一倍 但是呢您肯定觉得不过瘾 为什么十年才一倍呢 但是20年就是四倍 30年八倍 可是呢40年之后我们是16倍 时间是我们是您忠实的投资的伙伴 只要您不要去背叛他 听明白了 Evan找到一个负利低增的财务工具 然后耐心的等待他的成长 Evan怎么样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呢 也很简单啊 您只要了解美国的富人 在国会里面立法的这些富人 他是如何合理合法的利用国税局的这些grandfather的税法的条例 来建立免税的财务规划的 您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家庭资产组合里面 在这个税末的这个 我们在review我们的资产状况的时候 您可以去看一下说 在您的资产里面有哪一个是免税的呢 是您的房地产的投资呢 还是您的基金呢 股票呢 还是都不是 好像都不是 所以呢 您的家庭的财务上 于是就有了一个终身的partner 他不是您的spot 还有一个就是uncle sam 哎呀 您的资产越大 收入越高 uncle sam的股份就越大 所以呢 我们明天的午餐的感恩午餐会上呢 我们还会教大家建立一个 终身不受将来新的法令禁止的一个免税的财务策略 让您的一部分的资产是完全掌握了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 他将来不会因为税率的变动或者税法的变动而改变的 嗯 一方目前我们还是仍就处在比较相比较来想 是低利息的环境 虽然现在的涨息已经开始了 那您在这个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嗯 在过去的几年中好绝大部分的家庭我们抓住了百年一遇的一个低率率的一个好机会 然后呢好多的家庭呢 低息套利投资房地产 于是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资产的过扩张 所以呢弯曲的很多的家庭的资产就翻倍了 那但是呢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是说原来他自己就是低息套利的极大受益者 嗯 低息套利是一个资本运作的基本财务工具 也是每一位financial advisor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财务常识 如果说连这些基本的财务常识都不懂的话呢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advisor您之前所给客户的所有的计划书完全没有解释清楚 嗯 那么涨息呢今天我们看到说30年的这个贷款利息已经涨起来了 但是从以前来讲的话在过去一年我们也有提到过说其实涨息是个迟早的事情 在明天中午的午餐会上呢 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如何在一个以平均7%以上的年回报率负利低增的这么一个单边上扬的通道里面 理财工具里面来锁定2016年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没有涨起来的终身的低息贷款率率 将来呢我们一辈子可以用20102016年锁定的终身低息贷款率率来免税的套利实现免税的资产扩张 所以您的意思一望就是说今年锁定了这个利息以后不管10年15年20年利息涨的多高 但是我们都还可以用今天锁定的利息来让保险公司会honor我们 是的那么目前提供这种计划的呢 在市面上整个保险业最低的贷款率率呢 这种叫participation rate大概是在最低的是5% 但是的话呢主要有代表性的以前是两家公司 那么最近几个月有一家公司呢也用5%的participation rate锁定终身 但是呢费用比较高一些 那么目前市场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家公司 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比较适合您 哪家公司的产品对您来说更有福利主要是取决于您家庭的家庭结构需求和您的和您的预算了 好的确是懂得运用各种理财的策略远远比单一的购买一个理财产品是更重要的 真的是是这样子我非常同意 所以找到一位资深的敬业的理财师就是您一生最好的投资了 听众朋友们也提醒您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中午也就是礼拜五12月2号 由万富理财岁末年中的这场午餐的讲座 还有现场的感恩抽奖活动 哇那真是一个highlight 奖品是高尔夫球这个球具一套 报名的专线是888-835-0698 888-835-0698 以望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举一个案例给大家 可以的 我们下两个星期的讲座呢 来了一对非常恩爱的小夫妻 不是小夫妻 一对夫妇 他们是小商业主 太太呢55岁 先生呢65岁 他们开车两个小时来听我们的讲座之后呢 这个星期又开车两个小时来到我们的办公室 那对我们说 他说他们呢有现金的两百万左右 却是他们主要的退休金的来源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害怕市场的风险 而且呢生意很难做 好想退休 但是真的不敢退 又怕坐置山空 钱呢在银行呢是越来越不值钱 那么还有一个孩子呢才十几岁 也是他们的担忧 那先生呢特别希望能够给太太和孩子一个财务上的安全的保障 那我们洽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呢 我告诉他说您不用担心 您家庭的这个财务计划 我们可以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不需要你这么多的钱 于是我们给他们设计了两个方案 他们非常的认可这两个方案 第一个计划就是说 我们在他的太太的名下 每一年呢存二十几万 因为他有两百多万的现金闲置在旁边 所以每一年存二十几万呢 存五年 总共是一点一个灭脸 啊OK 分五年一点一个灭脸 所以他手上有很多的现金可以hold在旁边 那如果太太五年以后要领取这个收入的话呢 预估的收入是九万八左右一年 免税的年收入 哦那这等于税前的钱要超过十三四万了 是这样的 以目前的税率 那么十年以后的话呢 他如果领取的话呢 将近是十四万左右一年的免税的年收入 十年以后他才不过六十五岁左右 是这样 那六但是十五年以后呢 他每一年可领取的就是二十万左右一年的免税的年收入 很丰富 同时呢还会有一个四百万到一百万左右的一个免税的资产保全 那么这么一个计划的话呢 既没有下跌的风险 同时呢又是在啊一个利用这个国税局的这个免税的税法 同时我们利用了这个低息套利的目前的锁定的2016年的终身的低息贷款利率 给他们做的计划 那当然我们就是没有忘记他们另外一个担忧 这是他们的儿子 那么第二个计划呢 就是因为小孩子还小 父母自然是不放心思说我现在把钱都送到你的手上 所以我们帮他们做的计划呢 是说每一年存两万多存十年到这个孩子六十岁的时候呢 他每一年可预计可领取的免税的年收入是四十几万一年 因为他现在还年轻这个孩子 他富力增长的跑到这个山坡太长了 听众朋友们 富力递增已经不是一个梦想 也不只是说说而已 也不是空谈免税退休早就存在了 中间插的就是您的观念 还有您的行动 欢迎您马上来报名参加万富理财 明天12月2号周五中午在南湾San Jose 有两位荣获全球百万业 保险业的顶级荣誉的财务专家 举办的小型的午餐座谈会 主题就是从容预见未来 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提供午餐还有现场感恩抽奖活动 奖品是高尔夫球剧一套 请大家立刻报名预定座位 报名电话88835-0698 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的省税额 终身单边上扬财务计划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401KERA如何转成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万富理财12月2号本周五感恩午餐讲座 现场抽奖高尔夫球剧一套 报名专线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有36年股市成功经验的Benny Troy 蔡明志老师要开课了 才小班制 限20个学生 上课时间12月10号周六 9点至4点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未来美股走势分析为主题 市场涨跌三角关系 熟练用无浪法判断破断 善用齐全增加收入规避风险 现场教学判断自己层次 短时间提高功力 准确判断股性 现场示范进出厂时间 实际案例解析 11月30号之前 报名及付费者299 之后399 询贯及报名电话 650-968-2000分机103 650-968-2000分机103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险于年金的专家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受SVC 资深专业理财顾问 以望瑶 讲解岁末年中三招省税 延税免税退休计划 一针见血 矽谷地产实业公司负责人董燕杰 介绍该公司全面业务范围 以及2017年房地产趋势分析 专业理财师沈荣 讲解长期护理的种种用途 以及税务的来龙去脉 请于12月3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矽谷华人电台 承征低阶助理 董忠英文 有合法工作身份 办职周一至周五 会开车 克服态度好 工作地点在山景城 工作环境家 有意者请将履历表 电邮至svcmediausa at gmail.com 立即安排面试 加音理财免费国语奖座 如何将财富留给子女 而免付税 于12月4号星期日下午2点 Santa Clara加音理财办公室 座位有限 务必报名 电话408-839-8596 408-839-8596 或emaillily at golily.com 本讲座同页请不参加 以下节目由万富理财首席执行长 全球保险业最高荣誉 百万元桌顶尖会员获奖者 以望瑶赞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资深重量级保险理财专家 Master Life Financial Group万富理财总裁 以望瑶 以望你好 周乐小姐好 西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正值岁末年终了 在明天12月2号礼拜五的中午 万富理财将再次举办午餐理财讲座 主题是从容预见未来 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提供午餐 还有现场感恩抽奖活动 奖品是高尔夫求聚一套 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座位了 报名电话是888350698888350698或者记下这个网站masterlife.eventbrite.com 以望是否可以来介绍一下明天中午午餐讲座的内容重要主题 好的我们税末的这个讲座的主题 总是离不开税务的这个中心 同时呢就是风险控制 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讲座上呢 我们会轻轻松松的传授给每一个家庭 您都可以做的 您不需要有经验 但是可以利用这些富力低增的载体 现有的税法 可以轻松的建立的这个财务规划的四大招 首先呢我们就讲第一招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我们来找到一个单边上扬的财富增值的方法 单边上扬啊 我们没有单边上扬的市场 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有单边上扬的财富规划 就是永远没有下跌的 那就是事后诸葛亮保证无下跌的倒算指数法 那么第二招呢 如何掌握税务控制的主动权 W2税后投资 我们善用税法7702 终身锁定2016年的低息贷款率率 来终身免税套利 一次付税终身免税 那第三招低息保费融资 您付25%的首付 银行低息融资75% 四两拨千金 我们来实现免税资产的扩张 那第四招退休的巧招了 旧的401KRA 您知道怎么管理吗 您知道401KRA 这些延税的退休账户的重点是什么吗 是distribution的方法 所以呢我们会让您转成 可以教您几大招 首先是转成7%开户红利 7%富利低增20年 保证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长期护理双倍领取计划 保证您的401KRA退休金 岁岁年年用不完 那么这几个主题呢 是由我和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位财务顾问 共同来主讲的 以望在这个万万税的美国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支付着高昂税务的家庭来说 能够永远拥有一个免税的财务策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并且多么难得的 以望其实50岁左右的听众朋友退休压力是蛮大的 需要也是最急迫的举几个例子来针对这一个年纪群的朋友们可以做的事情 好的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 50岁左右的弯曲硅谷的朋友们呢缺的不是钱 缺的是一个完整的资产规划 因为没有完整的资产规划 所以缺的是退休的自信 所以呢我们缺的其实上是保证用不完的养老金计划 但是呢在美国我们就有就有一些这样的solution 那我现在呢就是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50岁左右的家庭40几岁的话 您的成本就更低效果就更好 那如何用50万来轻松的免税的退休 但是这个50万是您税后的钱 那有一位50岁的工程师朋友 他听了我们的几次讲座以后呢 他说以前呢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后来呢是将信将疑 现在是完全了解了 那我对他说一点都不晚 无论保本递增或者是免税的财务规划 他说都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 所以呢我们帮他设计了一个完全适合他们的一个方案 是这样设计的 每一年呢存84,000存5年 同时呢银行分10年低吸保费融资1.26个灭脸 存入事后诸葛亮保证无下跌的倒算指数法 这么一个复利递增的有这个功能的载体中 保证他的财富每一年年年无下跌 哦这么好 听众朋友们您再审视一下来审核一下您家庭的资产里面 有哪一个财务规划 他的account的value包括您的房子 是可以锁定在今年2016年的value 而且是不会掉下去的 嗯不一定能做到 是的只有事后诸葛亮保证无下跌倒算指数法才可以做得到 那么在这么一个理财方案中 我们这位工程师朋友他就拥有这么以下几个福利 第一个资产保全他会拥有一个300到500万的资产保全免税的 哦 第二个就是免税退休 65岁以后可预计领取的收入免税收入年收入是在18万8左右一年 那如果领到90岁的话呢大概是4.7个灭连左右的免税收入还会留下近200万的免税资产给下一代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他将来这笔钱是永远也用不到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么一个计划赠予到相关的信托里面 如果到90岁的话一个将近10个灭连左右的资产留给他们的下一代既免所得税也是免遗产税从来完全的实现了整个家族的代代的资产扩张了 那自己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会碍死自己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里程碑 那么在这么一个案例中的话呢 富利地争是我们理财的根本 低息套利是目前低利率环境的一个财务杠杆和财务策略 是目前的良机 免税的收入是税法 整个方案是由我们万富理财和全球顶级的保险公司以及十几家银行共同合作完成的 那我以上所举的这几个案例呢 是根据现在的利率环境和过去25年的相关指数 结合倒算指数法在去掉所有费用之后的综合所得了 它可能并不代表您的实际的所得 也就是说将来股市更好的话利息更高 您的回报率就更高反之这更低 好这个就是legal disclaimer了 Yvonne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没有时间参加明天的午餐会 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88-835-0698 888-835-0698和Yvonne来约一个appointment 请她来帮您设计一个免税的财务规划 Yvonne现在的人寿命越来越长 保证领取终身养老金计划就成为退休必需品了 最近401K Aira的账户 是不是没有保证没有下跌的轻松理财的方案呢 周朗小姐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 这种保证终身的这个领取的养老金计划 退休计划的重点就是有钱敢用 而且是保证一辈子用不完 喜欢百分之百保证的退休计划的朋友们 可以考虑参考以下这么一个计划 产品特点是这样的 开户送7%的红利 在accumulation领取钱之前的时候 您的账户是以7%的复利递增保证20年 那可能要40岁就开始做 没关系啊 那如果50岁的话 他65岁取钱就7%增长15年复利递增 在distribution的阶段的时候 以此为基数来计算您的退休收入 保证领取终身 Pill呢可以继承这么一个退休计划 继续7%的复利增长 然后领取终身养老金 但是他最好的地方就是 如果一旦有了长期护理的话 可以领取双倍的养老金收入 我们有一位客户呢是48岁 太太的退休金很少 他的案例我们就是这样设计好考量的 Low over 401k加上RRA总共50万 到开户这个送7%红利 7%增长这个20年的计划中去 如果60岁以后开始领取的话 保证的年收入5万块一年 那65岁以后领取的话 保证的年收入6万2一年 活多久领多久 人债钱就债 万一得了长期护理的话呢 他可以领取双倍的收入12万4 OK好 就像是自己个人的pension plan一样 用延税账户的钱 比如说像IRA啦 旧的401k啦 define benefit plan啦 等等来建立终身领取养老金的计划 并且可以进而建立自己个人的pension plan 顺便提一下 伊旺瑶 他是Alliance Life退休年金的全美华人第一名 相信他的知识和经验一定能够帮助到您的家庭的 是的啊 我们公司代理全美国40几家保险公司的年金计划 所以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 无论您在什么样的年龄段 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财务规划 轻松理财借船过河 用时间换空间 把时间放在事业和家庭上 真是聪明 把理财的这一部分呢 交给自己信任的理财顾问 请大家明天来参加伊旺瑶他们的岁末年终的理财讲座 报名的电话就是888-835-0698 888-835-0698 听众朋友们 我们当今的您 我们可能不再缺钱了 但是我们缺的却是资产规划 有人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万富理财对您说 保险是门槛最低的富贵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 也也祝您在这个感恩佳节里面 祝您有一个2016年有丰盛的收获 我们期待着在明天的讲座上呢 为您详细的继续讲解 希望大家现在就打这个电话报名 888-835-0698 888-835-0698 因为是免费午餐的座谈会 便于正确的买到午餐的这个 这个number呢 就不会有人来说是没有午餐了 所以事先报名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还有临时抽奖的活动 非常温馨的奖品是高尔夫球剧一套 masterlife.eventbrite.com 是网站报名 谢谢一方 祝您明天座谈会成功 谢谢周乐小姐 谢谢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继续聆听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的省税额 终身单边上扬财务计划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401KERA如何转成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万富理财12月2号本周五感恩午餐讲座 现场抽奖高尔夫球剧一套 报名专线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eak.com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10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tgage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e at leejangcorp.com le at leezhangcorp.com 有36年股市成功经验的Benny Troy 蔡明芝老师要开课了 才小班制 限20个学生 上课时间12月10号周六 9点至4点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未来美股走势分析为主题 市场涨跌三角关系 熟练用五浪法判断破断 善用齐全增加收入规避风险 现场教学 判断自己层次 短时间提高功力 准确判断股性 现场示范进出厂时间 实际案例解析 11月30号之前 报名及付费者299 之后399 询问及报名电话 650-968-2000分机103 650-968-2000分机103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的省税额 终身单边上扬财务计划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401KERA如何转成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万富理财12月2号本周五感恩午餐奖座 现场抽奖高尔夫球具一套 报名专线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eak.com 您想做明治病救人 守护家人健康的真酒师吗 国际医药大学12月3号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持久的真酒师 春季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课程丰富 选择灵活 试资优秀 高执照通过率 学费最优惠 三年完成学业 考取执照 开办诊所 请致电408-738-8889 408-738-8889 资深专业理财顾问 以望瑶 讲解岁末年中三招省税 延税免税退休计划 一针见血 谢股地产实业公司 负责人董燕杰 介绍该公司全面业务范围 以及2017年房地产趋势分析 专业理财师沈荣 讲解长期护理的种种用途 以及税务的来龙去脉 请于12月3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度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1号 现在我在我们的现场 是精算子惠敏博士 惠敏你好 周老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自从在选举以后 大家都知道 特朗普的fever造成股市大涨 债市是下 对 票面价值下跌 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债 国债卖掉了 把钱放到股市里面来 因此这个十年公债的回收率 以及各种的利息都应声而涨 在马上的12月半 就要继续举行了FOMC 今年年度最后一次的 FOMC的meeting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话题 来告诉大家一下您的想法好吧 好 我觉得就是就在12月加息之前 这利息不可能降了 只会涨不会降 而且12月加息以后会什么样子呢 加息以后那个短期利息不会往下降 但是呢 三十年公债回收率 有可能慢慢还会降一下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做了贷款做了这么多年 每年发现的好像规律 这好是反的 每当加息完了以后 哎 时间工作会稍微低一点 本来呢 我们是哪天大选嘛 大选你看 其实这个大选我非常非常happy 因为我们拥戴的总统终于上台了 当然不开心的地方说 哇 十年公债 实在是涨得太快了 那反应都来不及 就那一晚上 本来那天晚上 其实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股市降了将近 从Future的股市的反应上 八百点 八百点 然后十年公债 一下子又降了零点一 当时比我们当时脱欧的时候 将近要少很多了 但是当时觉得 等到其实那天晚上到十一点的时候 我一看 哇都已经回来了 其实当时都感觉不太好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涨得这么快 后来以至于好多系统里 刚刚送进去了 弄和刚刚准备好的 都卖了IG锁住 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就特别有好也有不好 当然我觉得 对房屋市场来说 就特别是明年的贷款 房屋市场 贷款市场 现在是当然是很愁云产物了 但是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我觉得该做的人还是要做 不该做的人 他反正也不会去做 OK 那现在的十年公债的回收率呢 是在1.85到2.47中间晃荡 没有1.85 1.85是11月8号以前 就这么一天之内 就是这就从9号到现在 那今天是已经几乎要2.5了 马上到了2.5了 今天早上最早刚开始一开盘的时候都2.48 现在最后慢慢慢慢的又收到了 只有下跌了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但是就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看着那个fix了 那种的撑撑撑撑撑的往上涨 所以要现在要去做fix了 一点都不能等了 就得看到就得赶快做 所以现在30年固定的fix的 有的是到了4.0以上了 conforming了都已经将近4.0了 superconforming都已经4.25了 现在是 涨的的确是很快 大选结束 这个贷款的市场仿佛变了天 对贷款市场是变了天 然后呢房房地产市场呢 也许明年就是一片大好的形势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今年已经到12月快底了 12月了 12月初 基本上是第一最后一次的访谈了 往年这个时候 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 惯常的节目 就是回顾和展望 对不对 回顾是 今年湾区房屋市场的回顾是 总体呢还是成增长趋势 但没有前两年那么狠 就是涨了 哇 价钱价那么厉害 特别是到六七月份以后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个大房子 基本上是300多万的大房子 不太容易卖 那时候甚至看到好多地方 因为往年加加加的很凶的地方 就300万好像都觉得不是问题的 今年300 就比如说年初的时候 300能卖 320330 到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260270都不好 summer的时候 对对 都不是很好卖 但是过了一下下 就过了9月份以后 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好多人就说来买贵的 是想捡便宜的 后悔了 因为就找不到了 这种房子就已经太找不到了 所以今年基本上从9月份以后 到现在基本上就出现了好多就是就东湾差一点 东湾一般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啊都是都是比较slow 但是呢南湾啊就现在不管是价位就在150万左右的价位的 基本上还都是multiple offer 出现一屋难求的情况 而且明年我们感觉就是因为你想春爷是干什么的 他就是搞房房地产的 对不对 然后而且美国啊除了咱们湾区涨得很凶很凶以外 好像从金融风暴完了以后 就是翻了差不多有将近double了 但是好多地方 美国好多好多地方 你现在就随便跑进 就除了几个 只有比如说Boston或纽约 还有还有我们这边最热点的 比如说湾区 还有西雅图这些地方 比已经回到比原来高得多的话 美国其实还有95%的城市 你出去一看哇美国这么好山好水好河流的地方 居然2000尺的房子 现在原来当年比如说10年前 那时候是30多万 现在还不到20万 还有这样的情况 明年这种事我觉得应该是要消失了 所以咱们湾区的人当然不会 咱们经过那么多次起起伏伏学金了 因为要投资咱们家门口大好的机会 其实外州有非常非常很多很聪明的人 他们就等不到机会 就没咱们加州人 你看外州人他们公司真的少 想到我们加州投资又投不起 对不对 所以不来对所以我就看到加州外州太多有时知识了 但是他们明年就该有他们的曙光了 好那这个是2016年对我们矽谷湾区房地产 总总过的一个summary 那关于在贷款的市场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从年初到11月8号 基本上所有的program基本上都是史上最低 虽然在中间有一段时间就脱欧以前啊 那时候基本上是哎呦连super jumbo弄都好做的不得了 30年固定像那种100万的贷款甚至到150万的贷款 我们long to value低的我今年做的最漂亮 甚至做了3.375过 但是脱欧以后呢 因为银行一度进行那种金融恐慌 特别是那大lone的lander 他们觉得哇一脱欧以后了 本来是赌联邦是要涨息的 那结果你看一拖再拖一种去年12月份 拖到现在 今年12月必须得涨息了 在那之前啊 就是本来就叫嚣着涨四次涨五次 结果一次都没涨嘛 所以大龙银行损失惨重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他根本不愿意把rate很低的放出来 所以基本上大龙从脱欧以后 我们就不是特别特别好做了 但是呢11月8号以后就更难了 现在rate就已经是大龙 不管是大龙小龙都已经开始暴涨了 是那造成这样子的情况的 有几个在美国内政的一些经济的元素吧 那当然最最主要是12月加息 现在是势在必得了 现在几乎没有悬念了 因为美国国内的形势实在是一片大好啊 咱们先不管这个穿业上台不上台 咱们先看看最近的股市 就是最近的消息 就是各个各个地方 明天就是能放配料要出来 只要不是太烂 只要不是太烂 加息几乎毫无悬念 但是现在你看看10月份的零售业业绩 上升了百分之零点八 然后给加息增加了可能性 然后个人支出和pce指数 又非常非常的欠利 人就认为加败的几乎没有理由 就不加息嘛 特别是第三季度的 这年化修正值啊 已经就是GTB修正值 已经上升了百分之三点二 是第一次报告的数字是2.4 对对 现在first revision上涨到3.2个percent 对呀 升幅是创2000 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值了 已经大大的超过了预期值的3.0啊 2.9啊这样子 再加上呢密西根消费 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抢眼 特别是大选以后 这11月份一下蹭蹭蹭 你看本来比上个月 比10月份呢 就下增长了8.4个百分点 现在受访的家庭 46%的人都认为看好明年的钱包啊 都认为好多地方的钱包 现在甚至连外周的人都说 哎呀 我们都觉得未来的八年 可能是我们要 要赚大钱的八年 虽然所有的人基本上啊 都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在那之前呢 我们其实不管是大家选举已经结束了啊 好多人的好朋友都变成仇人了 你知道这次进去 我们加州还好说 基本上大家都当成秘密 因为咱们这边毕竟是民主党啊 共和党啊 大家都是力量对比比较悬俗 但好多别的州 我都听说过 亲姐妹两个都大翻了 哈哈 为这事啊 所以呢 现在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已经成定局 大家就耐心 尽心想象来知道是该搞经济的 你看为什么我们看好明年 明年以后就是未来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呢 你看看美国现在这几年 这么多年的经济搞来搞去 赚了这么多美国的钱啊 现在都在哪 都在外面打仗的钱 打仗了公司全部外流 外流那些公司都钱进不来啊 因为一回来 他们就要交很多很多的税 35%以上的税 现在那些公司在都把他们的钱 等于说是美国真是活雷锋啊 你不大选 你不知道美国人有多么好 现在那个你看看中国的大楼 一天到晚起 今天我碰到一个美国人 还说我哎 我前几年到中国去了一趟啊 然后美美过几个月 美国几天去 甚至都日新月异 那钱都拿的 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 在那等于是在给 别的国家都在搞基建 但是你今天 我今天去了一趟 洛杉津山的China Town 我大概五年没去了啊 然后现在再一看那个China Town 真的是感觉太萧条萧条了 十几年前 我第一次到China Town的时候 看到当时的China Town的繁荣 和今天的China Town 你就在一个中午十二点 一点还有一个比较豪华的 一个餐馆里 我当时一看到那些餐馆的那些 我就替他伤心 我说这么大一个餐馆 一中午就没有几个人在那做 连十分之一都做不满 你想想他们怎么活下去啊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 出来搞经济的一个建设者了 川普呢 我们不认为他是个商人 他就应该是个建设者 这样一个建设者来提高美国经济了 好 那在这种环境之下 惠敏做贷款的策略应该怎么样呢 我觉得策略是这样 特别是Purchase Loan 在咱们湾区该买就买了 千万别认为 最近利息涨了 涨了0.58 利息好高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 你现在看是高吧 就是跟今年年初比 因为人的胃口总是这样子 看到最低的时候 看的一下涨高心里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一直是高的 一下到低了 你就心里非常非常开心 现在的rate 其实还没达到去年年初的水平 所以现在rate相对来说 跟今年比是高的 但跟历史长河总比 还是很低的 所以现在是如果是Purchase Loan 你看到有像样的房子 特别是在年底之前 因为我们每年年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的一个规律 就是一般在年底之前 他那个房子相对inventory 虽然少 只要看到心仪的房子该拿 因为每到年初又蹦一蹦 明年情况又不一样 本来就觉得 如果要是同一个政党当选的话 那明年可能会衰退了 但现在给大家一个不停的梦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明年年初不但是涨 有的地方 像我们湾区 涨 好多人认为会涨到两位数字 对 特别是便宜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涨得很凶的地方 但是那些很涨的已经很凶的 就是说百分比来说 超过10个percent 好多人这么预测 当然对全国好多那些 到10年到现在都还underwater的 那10都是预测 都是最少10以上了 但是咱们这边 我就觉得贵的房子 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便宜的房子 现在只要是没有房子的人 该买看到房子赶快拿 不然的话 你到明年再给你加个10万的本金 你怎么办 你想想利息虽然高 又不是说就高那么几个月 六个月以后 万一利息掉了 还可以还可以重新做 所以purchase loan 千万不能等 refinance我认为是这样 如果是按 那我们现在先停一下 好吧 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现在讲到做purchase的 现在的策略应该怎么样 是应该看到好房子 就要来买 听众朋友 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金算子惠米博士 他们公司的电话是 5103530855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惠米博士算对了 代客利息用这样咯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5 2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75 super conforming 30年固定3.625 2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875 super jumbo loan 7年arm3.0 5年arm2.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藏费用 金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女校 请搜索店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jingerlong.com 查询 您想做明治病救人 守护家人健康的真酒师吗 国际医药大学 12月3号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持久的真酒师 春季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课程丰富 选择灵活 师资优秀 高执照通过率 学费最优惠 三年完成学业 口取执照 开办诊所 请致电408-738-8889 408-738-8889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或上网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讲座 Guggen贷款银行 以近十年的辉煌记录 在湾区遥遥领先 Guggen有四大office 分别位于 Cupertino Sunnyville Burning Game 和Saramun Guggen有训练有素的 Long Processors In-house Underwriting 和Funding Guggen贷款银行 以超好的利息 帮您立于不败之地 Guggen贷款银行 欢迎您加入贷款经济团队 Call Rebecca Lane 408-720-6800-720-6800 KTSF26台 半年迎接美好的一天 就日至周五早上六至八 为你带来最即时的交通天气 社区市 身边市 生活资讯 和国内外新闻 一切正在KTSF 神族新闻 就日至周五早上六至八 请锁定KTSF26台 大家好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董燕洁 房地产经济 SVRE Beauty Inc 硅谷地产实业公司 从业15年 责任在新 使命必达 Loseltos Hills Listing 崭新豪宅 七房九玉7800尺 占地五万一千尺 开价一千一百九十万 可溢价 有意者请致电 650-867-1248 867-1248 董燕洁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电话和微信 650-867-1248 VRE No.01377-923 会你博士算对了 代考利息又降哦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5 2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75 Super Conforming 30年固定3.625 2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875 Super Jumbo Loan 7年ARM 3.0 5年ARM 2.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藏费用 金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女校 请搜索店510-353-085 510-353-085 或JingerLoan.com查询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 精算子惠敏时间 惠敏刚才讲到 现在的贷款策略 如果是Purchase Loan的话 不应该由于 你有没有例子 可以给我们讲讲 这个例子太极端了 其实这个例子 就正好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我就对我印象 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年04年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客人 他当时他就想买一个房子 看了多少遍 让人家领着 我们的一个agent当时 领他去那个房子里 看了多少遍 最后一遍的时候 甚至是感恩节的时候 感恩节前一天 把人家塞了也没地方去 还下着大雨 躲在车库里 他在那里面看了4个小时 甚至想着这个房子怎么改建 加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为了他要30 当时人家开价37万是底线 他为了给人砍2000块钱 36万8死活拿不下来 结果最后他就没要那个房子 结果到了05年初 05年我其实到现在都认为 05年初才是当年的美国呀 不管哪个城市最繁荣的时候 当时正好是利息往上涨 04年就05年也是要涨息嘛 就正好要涨 而且又是他们居然 就是房价涨得最凶的这个地方 你敢相信这个极端的例子 讲起来把你吓死 他要37万要价 他非要砍36万8没有 等到过了5个月以后 我去看那个房子 就想起那个 因为当时看到全国都在涨价 我当时就去跑去看这个城市 一看把我看的眼睛都瞪直了 从36万8你才涨了多少 涨了多少 64 64万就这样下子涨了百分之五六十 六十了将近 这种极端的例子都出现过 所以你要现在假说买自己家 自己住的房子建一个能差不多 OK 反正毕竟是终身的住进去 先闭眼入一个 如果是投资房看到有那么便宜的 而且最好能break even 甚至稍微赔一点 但是看到potential的 我觉得该断就断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单愿希望明年这种好事再发生 这样的话大家就皆大欢喜 听了我的讲座 今天就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好我们来讲refinance refinance就是我觉得是 arm快到期的 应该抓紧 如果要明年二三月份到期了 你现在就千万不要犹豫 别为了这省着一两个月 因为你refinance本身 还要拖个一两个月 而且在12月 就是今年12月下旬 就涨息之前 不可能再会降 只可能涨不会降 所以arm的利息要到期的话 得赶快抓紧做了 然后但是那个fix loan 只要你现在利息比现在高 OK你可以做 但是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但是如果要是不比现在高的话 你就没必要 当然你要觉得 就是arm的人快到期的话 你说我是不是赶快fix 存一个fix loan 这样的话我怕他再涨再涨 我不建议你马上做个fix loan 因为fix loan 毕竟涨了太多太多了 你现在就打一个心理平衡 就说我现在的虽然这个高 如果要是几个月以前 我把它当成fix loan 是做什么什么样 现在这个arm loan 毕竟比当年最低的时候的 fix loan利息还要低 我觉得做贷款就是先 稳步达到一个平衡 一个阶段有一个 最适合当时的贷款策略 所以我就觉得每次利息 花狂涨的时候 不是要特别特别紧张 我这种情况还碰见过 就是13年5月份的时候 就那么一个月之内 就30年就10年工在 涨了涨涨涨了0.5以上 而且那个fix loan 一下子也涨涨涨涨涨 涨了一个百分点 那时候我就记得 有一两家银行很狡猾 他的那个loan的利息拉开了 我那时候就老个人就说 我说应该做这个program 那个program 现在我们就一会就可以看到resheed 我又可以讲 应该做什么program 什么program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resheed 好了 primary residence refinance no point no cost的情况呢 低于417的 我们先讲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的 现在要4.0 20年固定要3.75 15年固定3.375 10年固定 10年付清3.25 你看我们再看一下 马上看10年 现在是3.5的利息 你看跟30年 已经拉开了0.5的距离 对 所以呢 现在想马上 哎呦 贷款快到期的人 你说 哎呦我想去做个fix 像时间长一点啊 我不建议你去做30年做10年 因为毕竟这10年 你看你就是做一个 阿Q的精神势力法 说啊我如果做10年 今年最好最好的时候 就是在11月8号之前 我能做到3.375 现在这10年也不过3.5嘛 就比你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 10年其实真正跟30年比起来 我要是拖开0.5的距离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可以推荐这个program 原因是 你想10年时间足够长了 你在10年之内不换房的 几率都有很小了 即使是这种情况都会发生 10年之内怎么可能利息没有变动呢 我从来没有建过谁家的房子 10年之内不做refinance 从来没有过 连3年都很少建 何况10年呢 OK好 那除了这种贷款的利息 现在就来看一下10年 7年现在是多少 7年3.375 所以如果你要是做17年的话 不如做10年就差0.125嘛 5年的看起来还蛮低的 5年3.125还行 所以要贷款快到7的人 我觉得先做一个折中的方法 5年 不然的话你想想 今年你现在是那个 现在所有的program都是 都是Libro的program 都是2.25的margin 加上万业Libroindex Libroindex最少是1.6了 所以你一旦到7的话 你的利息就会到多少 最少3.875 而且是一年浮动的 所以现在改成5年还来得及 Super conforming 41万7到62万5的long呢 现在30年固定已经到4.25了 No point no fee 20年固定 20年付清也到了4.0了 你看都比那时候涨了 最少有0.75左右了 然后15年固定 15年付清晨3.625 10年10年ARM呢 这个program是3.875 不是特别特别友好 没有刚才那个conforming那么友好 Super conforming的7年 这就比较友好了 我觉得你要是做 Super conforming的10年 不如做7年 7年3.375 好OK 是5年的3.25 都是Libroindex的 Superjumbo 真正的大额贷款 62万5 一直到300万的贷款额 这个30年固定 你反而不是很难过 它涨得不是很凶 现在也4.25 跟super conforming的利息是一样的 容易做到吗 很容易做 只要long to value低于60% 然后信用分最好超过740 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不难 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信用分740 对别的人来说很难 对中国人真的不难 我经常有客户跑来跟我说 我信用不是很好 我一查出来780 这还不好 都说都认为780是不好的信用分 有这么好笑的 所以银行的时候特别喜欢做我的贷款 说说你的客户真的是 那个质量是太好了 loan to value平均低于50% 然后呢 特别是信用分都767平均分 好 Turn one arm这个program的是3.875 7年呢是3.375 5年3.25 好 这个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investment property了 investment property也有人着急啊 想要做refinance啊 但是一定要找no point no cost 有什么选择呢 41万7以下的选择非常少 只要fix了loan 因为你arm的loan呢 为了把那point2.375的point买掉的话 它拖出来利息比30年还要高 所以你买investment property的话呢 我觉得啊 特别是在这个市场情况下 先别着急 因为以后还会有变化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一定要记住no point no fee 千万别说哎呦 我为了现在是4.5 你想想前一段时间 我还轻轻松松conform refinance给你做3.75呢 你千万别说哎呦 为了这个4.5 我可以做no point no fee的时候 你说我不 不要 我感觉要4.2 我自己出2.375个point 我心疼啊 你不心疼我心疼 我过几个月 万一比那还低了 你就难过了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诫 就是一定要记住 不要出任何手续费 哪怕高一点 先拿到再说 好知道 20年固定 20年付清4.25 15年固定 3.75 就是no point no fee的 ok 所以说这个conforming loan 它还是要遵循 Fannie Mae和Ferdy Mac的guide line 所以没有什么 划头 划头可想了 ok 那还有别的program 就是稍微大额一点 41万7到62万5 只要loan to value 低于75%的话 这个program就有花头可想了 30年固定 你看想想 就是因为invessomer property 好多人并不是保持30年15年 对不对 30年固定 你最低 要是想做no point no fee 是4.75 15年是4.25 但是这个program的7年3.875 你看跟30年已经拉开了 差不多有0.875的距离 10年也拉开了0.75的 0.625的距离 10年是4.125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就会拖而求其次 如果要是这种program的话 我就先做个7年 对不对 如果这个房子7年不涨价 你看你是不是个很失败的投资 对不对 对不对 真的是 所以super conforming 对41万7到62万5之间的 我觉得arm的loan可以考虑 然后super jumbo 62万5到100万之间的 它30年固定 你一看反而乐了 你看这个30年固定 才4.375就可以做了 刚才super conforming 反而要4.75 这个15年固定15年 父亲是14.125 7年3.875 10年是4.125 对super jumbo 弄的program 我反而觉得是30年并不亏 因为它跟7年只差0.5 跟10年只差0.25而已 OK好 这个是介绍完了primary residence 还有investment property 现在惠敏要告诉我们几个精彩的实力分析了 对我精彩实力是这样 我每次呢本来是准备上次讲的 结果上次讲了很多很多对大选的看法 那就我没有时间去讲 这个有点点跟不是这个月发生的 是上个月上几个月发生的 好 当时呢我们就是做就我觉得purchase loan 一定要找是 我不是说你必须要找我 但是你就记住要找purchase loan的时候 千万别找个二调子啥都不懂的 说哎我打包打来我就可以不行的 特别是对有些好多就是就是有问题的人 就是比如说哎呀我的银行贷款不clean啊 我的收入可能什么地方有点问题啊 或者是property本身有点小毛病了 哎 property本身的毛病 现在我要讲一个最重要的 你讲的太好了提醒我了 现在记住啊买房子的人千万小心 特别super jumbo loan ok超过六十万物以上的 买房子如果那房子有个太阳能 嗯不要买 solar panel solar panel千万不要买 oh why 好多银行都会给你denay找各种理由 他想不借给你钱就不要借给你钱了 所以有solar panel的 你不管你信用分有多好 你的收入有多高 你的loan to value有多低 ok千万不能给你一个non contingency的offer 你的deposit会丢掉 就会败在这个solar panel上面 对银行的 why so银行为什么这么讨厌他 银行认为他万一他毕竟是一个啊 就是银行他可以找理由 他找理由呢 他搞各种各样的什么什么参数啊 说哎呀你的ltv有什么什么问题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还觉得这个东西 技术不是那么那么成熟 万一哪个地方板子没对清的话把你solar怎么办 所以他有很多安全隐患 所以对这样一讲话 此话一开 solar panel的公公司会恨死我 真的是 因为我们做了好几例这样的例子 都不成 conforming还好说 但是superconforming 最好不要去take这个风险 你想take这个风险的时候 必须给我加上一个多少天 15天的no contingency 好 好 所以我我们现在就讲一个 两个例子来不及讲 只讲一个吧 我这个loan呢 这个客人也有意思 是曾经就在 他居然不认识我啊 但是呢也不是咱们这个州的 他曾经在Boston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大群里 我不小心成了那个 有一次有一个 我一个好朋友 把我拉到那地方 坐了一下子 就是坐了 我就在那里面讲的那个群里 不晓得讲了几句话 结果一下子成了Boston的粉丝了 据说啊 粉丝一大堆 500人成为我的粉丝了 有一年居然有一天 就今年2月的某一天 居然在高速上啊 堵车的时候 他们在听我讲话 讲那个investment 就觉得很开心 结果这个客人呢 他正好从他是个哈佛的那个哈佛毕业的 到了森迪安哥 到了森迪安哥 他买房子 但是说这个贷款必须让我做 你知道当时他我做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惊险 惊险到什么程度呢 且听下回分解 哦 这样子 哦 下回分解 OK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金算子惠敏博士 因为我们做这种媒体的时间 一定要抓的很准 请找金算子惠敏博士来consell 您家里面最大的一笔 就是房贷的问题 不管是purchase 或者是refinance 金算子的电话号码是510-353-0855 感谢你惠敏 谢谢 祝你假期愉快 谢谢 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全部结束了 我是周乐 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品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맨날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N-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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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在财经天地 以下节目由万富理财首席执行长 全球保险业最高荣誉 百万元桌顶尖会员获奖者 以望瑶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1号礼拜四 听众朋友晚安 欢迎您再度准时收听本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资深重量级的保险理财专家 Master Life Financial Group 万富理财的总裁以望瑶 万富理财是一个专精个人小企业 以及新移民投资策略的保险理财公司 以望瑶在2016年再创辉煌 不仅荣获了全球顶级保险公司Alliance Life全美华人第一名 并且继续荣登2016年保险业国际顶级资格奖 全球百万元桌的顶级会员 以望瑶在她的职业生涯中 帮助了许多家庭建立了免税财务规划的终身领取养老金的计划 并且荣获了20个美国以及国际的大奖 以望你好 恭喜你 真是我们华人的骄傲 感谢周乐小姐的介绍 听众朋友们 大家节日快乐 我是以望瑶 还有30天呢 我们就要迎接2017年了 好快哦 时间真的就一直在飞 那么在这么一个岁末的感恩的季节里面 我们不仅要感恩属上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我们还要review一下我们家庭的每一个家庭的财务状况 和我们的税务策略 同时呢 我们也不妨怀着一份清醒的头脑 去直面我们未来所要面对的一些财务上的挑战 正确的去评估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我们自己的投资能力 然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财务规划是目前每一个家庭岁末理财的重点了 谢谢你的提醒 那么我们目前呢处在一个非常奇妙的投资环境 利息呢 已经开始微涨了 30年的这个房屋贷款利息已经是4%了 但是呢 如果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我们往回看的话 今天我们仍旧是处在利息 这个利息仍旧是处在利息的低位 那倒是 楼市股市呢 相对以前来说我们仍旧在利息的高位徘徊 但是的话二三十年以后我们往回一看 仍旧是低点 所以的话 但是的话呢 有一个坏消息是已经确定了的 我们所有努力工作的慷慨缴税的纳税人 甚至于包括我们还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我们的孩子们 已经集体背了19.8个缺帘的这个死无前例的这个巨额的这个债 可是这些债务呢最终还是让我们这些纳税人来支付的 所以最近读到有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感慨 帝国崩溃之前我们收到的处处都是好消息 所以一直以来我的专业和我的工作就是帮助每一个家庭做好资产保全 我觉得从来都没有像现在今天这样更有意义来讨论如何保障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个听众朋友您的家庭财富的这个权益 所以今天呢我们与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说 从容的预见未来然后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嗯很好 以望那这些债务还是终究是要我们这些纳税人在支付的 不管您愿不愿意这个绝对逃脱不了 那所以我们需要由以望瑶这样的财务规划专家经常来提醒我们做好资产保全 听众朋友们明天中午也就是礼拜五12月2号的中午万富理财将举办一场小型的岁末座谈会 主题就是从容预见未来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并且是提供午餐还有现场感恩抽奖活动奖品是高尔夫球剧一套好棒哦 您千万不要错过和两位资深专家直接交流的机会 报名专线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以望如何可以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每一年保证您无下跌的一个负利递增的这么一个理财的载体 我们不需要太高的回报 每年7.2%左右就够了 然后我们就像索罗斯所说的那样 最大化的把它投下去 于是呢您的资产呢十年翻了一倍 但是呢您肯定觉得不过瘾 为什么十年才一倍呢 但是二十年就是四倍 三十年八倍 可是呢四十年之后我们是十六倍 时间是我们是您忠实的投资的伙伴 只要您不要去背叛他 听明白了一方找到一个富力递增的财务工具 然后耐心的等待他的成长一方怎么样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呢 也很简单啊 您只要了解美国的富人在国会里面立法的这些富人 他是如何合理合法的利用国税局的这些grandfather的税法的条例来建立免税的财务规划的 您只要照着做就可以了 所以之前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的家庭资产组合里面 在这个税末的这个我们在review我们的资产状况的时候 您可以去看一下说在您的资产里面有哪一个是免税的呢 是您的房地产的投资呢 还是您的基金呢股票呢 还是都不是 好像都不是 所以呢您的家庭的财务上于是就有了一个终身的partner 他不是您的spot还有一个就是uncle sam 哎呀 您的资产越大收入越高uncle sam的股份就越大 所以呢我们明天的午餐的感恩午餐会上呢 我们还会教大家建立一个终身不受将来新的法令禁止的一个免税的财务策略 让您的一部分的资产是完全掌握了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他将来不会因为税率的变动或者税法的变动而改变的 嗯一方目前我们还是仍就处在比较相比较来想是低利息的环境 虽然现在的涨息已经开始了 那您在这个时候对大家有什么建议呢 嗯在过去的几年中哈绝大部分的家庭 我们抓住了百年一遇的一个低利率的一个好机会 然后呢好多的家庭呢低息套利投资房地产 于是我们快速的实现了资产的扩张 所以呢弯曲的很多的家庭的资产就翻倍了 那但是呢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是说 原来他自己就是低息套利的极大受益者 嗯低息套利是一个资本运作的基本财务工具 也是每一位financial advisor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的财务常识 如果说连这些基本的财务常识都不懂的话呢 也就是说作为一个advisor 您之前所给客户的所有的计划书完全没有解释清楚 嗯那么涨息呢 今天我们看到说30年的这个贷款利息已经涨起来了 但是从以前来讲的话 在过去一年我们也有提到过说 其实涨息是个迟早的事情 在明天中午的午餐会上呢 我们会与大家分享如何在一个以平均7%以上的年回报率 复利低增的这么一个单边上扬的通道里面 理财工具里面来锁定2016年的 在我们这个行业还没有涨起来的终身的低息贷款利率 将来呢我们一辈子可以用20102016年锁定的终身低息贷款利率 来免税的套利实现免税的资产扩张 所以您的意思一望就是说今年锁定了这个利息 以后不管10年15年20年利息涨的多高 但是我们都还可以用今天锁定的利息来让保险公司会honor我们 是的那么目前提供这种计划的呢 在市面上整个保险业最低的贷款率率呢 这种叫participation rate大概是在最低的是5% 但是的话呢主要有代表性的以前是两家公司 那么最近几个月有一家公司呢也用5%的participation rate锁定终身 但是呢费用比较高一些 那么目前市场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家公司 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比较适合您哪家公司的产品对您来说更有福利 主要是取决于您家庭的家庭结构需求和您的和您的预算了 好的确是懂得运用各种理财的策略远远比单一的购买一个理财产品是更重要的 真的是是这样子 我非常同意 所以找到一位资深的敬业的理财师 就是您一生最好的投资了听众朋友们也提醒您千万不要错过 明天中午也就是礼拜五12月2号 由万富理财岁末年中的这场午餐的讲座 还有现场的感恩抽奖活动 哇那真是一个highlight 奖品是高尔夫球这个球具一套 报名的专线是888-835-0698 888-835-0698 一望是否可以在这个时候举一个案例给大家 可以的 我们下两个星期的讲座呢 来了一对非常恩爱的小夫妻 不是小夫妻 一对夫妇 他们是小商业主 太太呢55岁 先生呢65岁 他们开车两个小时来听我们的讲座之后呢 这个星期又开车两个小时来到我们的办公室 那对我们说 他说他们呢有现金的200万左右 却是他们主要的退休金的来源 但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害怕市场的风险 对 而且呢 生意很难做 好想退休 但是真的不敢退 又怕坐置三空 钱呢 在银行呢 是越来越不少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度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今天是2016年的12月1号 现在我在我们的现场 是精算子惠敏博士 惠敏您好 周乐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自从在选举以后 大家都知道 川普的fever造成股市大涨 债市是下 对 票面价值下跌 因为大家都把这个债 国债卖掉了 把钱放到股市里面来 因此这个十年公债的回收率啦 以及各种的利息都应声而涨 在马上呢12月半就要继续举行了FOMC 今年年度最后一次的FOMC的meeting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个话题 来告诉大家一下您的想法 好吧 好 我觉得哈 就是就在12月加息之前 这利息不可能降了 只会涨不会降 而且12月加息以后会什么样子呢 加息以后那个短期利息不会往下降 但是呢 三十年公债回收率 有可能慢慢还会降一下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做了贷款做了这么多年 每年发现的好像规律 这好是反的每当加息完了以后 哎 十年公债会稍微低一点 本来呢 我们是哪天大选嘛 大选你看 其实这个大选我非常非常happy 因为我们拥戴的总统终于上台了 当然不开心的地方说 哇 十年公债 实在是涨得太快了 那反应都来不及 就那一晚上 本来那天晚上 其实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股市降了将近 从Future的股市的反应上 八百点 八百点 然后十年公债一下子又降了零点一 当时比我们当时脱欧的时候将近要少很多了 但是当时觉得 哎 等到其实那天晚上到十一点的时候 我一看哇 都已经回来了 其实当时都感觉不太好了 但没想到第二天涨得这么快 后来以至于好多系统里 刚刚送进去了弄和刚刚准备好的 都没来一机锁住 都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 就特别有好也有不好 当然我觉得这个对房屋市场来说啊 就特别是明年的贷款 那个房屋市场贷款市场 现在是当然是很愁云惨雾了 但是呢 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我觉得该做的人还是要做 不该做的人呢 他反正也不会去做 OK 那现在的十年公债的回收率呢 是呃 在1.85到2.47中间晃荡 没有1.85 1.85是11月8号以前啊 就这么一天之内 就是这就从9号到现在 那今天是已经几乎要2.5了 马上到了2.5了 今天早上最早刚开始一开盘的时候都2.48 现在最后慢慢慢慢的又收到了 只有下跌了一点点 只有一点点 但是就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你就看到那个fix 那种的撑撑撑撑的往上涨 所以要现在要去做fix弄 一点都不能等了 就得看到就得赶快做 所以现在30年固定的fix的 有的是到了4.0以上了 嗯 conforming都已经将近4.0了 superconforming都已经4.25了 现在是 嗯 涨的的确是很快啊 大选结束 这个贷款的市场仿佛变了天 哎对 那贷款市场是变了天 然后呢 房房地产市场呢 也许明年就是一片大好的形势 为什么我们能这么说呢 我们可以今年啊 已经到12月快底了 12月了 啊 12月初 基本上是第一 最后一次的访谈了 往年这个时候 每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 个 惯常的节目 啊 就是回顾和展望 对不对 回顾是 今年湾区房屋市场的回顾是 总体呢 还是成增长趋势 但没有前两年那么狠 就是涨的话 价钱价那么厉害 特别说六七月份以后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 那个大房子 基本上是三百多万的大房子 不太容易卖 那时候甚至看到好多地方 因为往年加加加的很凶的地方啊 这三百万好像都觉得不是问题的 今年三百 就比如说年初的时候 三百能卖二三百二三百三 到今年六七月份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时间 两百六两百七都不好 三百的时候 对对 都不是很好卖 但是过了一下下 就过了九月份以后 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了 好多人就说来买贵的 是想捡便宜的 后悔了 因为就找不到了 这种房子就已经太找不到了 所以今年基本上从九月份以后 到现在基本上就出现了 好多就是 就东湾差一点 东湾一般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啊 都是都是比较slow 但是呢 南湾啊 就现在不管是价位 就在150万左右的价位的 基本上还都是multiple offer 出现一屋难求的情况 而且明年我们感觉就是 因为你想村爷是干什么的 他就是搞房地产的 对不对 然后而且美国啊 除了咱们湾区 涨得很凶很凶以外 好像从金融风暴完了以后 就是翻了差不多有 将近double了 但是好多地方 美国好多好多地方 你现在就随便跑去 就除了几个州 比如说Boston或纽约 还有还有我们这边最热点的 比如说湾区 还有西雅图这些地方 比已经回到 比原来高得多的话 美国其实还有95%的城市 你出去一看 哇美国这么好山好水 好河流的地方 居然2000尺的房子 现在原来当年 比如说10年前 那时候是30多万 现在还不到20万 还有这样的情况 明年这种事 我觉得应该是要消失了 所以咱们湾区的人 当然不会 咱们经过那么多次 起起伏伏学金了 因为要投资 咱们家门口大好的机会 其实外州有非常非常 很多很聪明的人 他们就等不到机会 就没咱们加州人 你看外州人 他们公司真的少 想到我们加州投资 又投不起 对不对 所以不来 对 所以我就看到 加州外州太多 有时知识了 但是他们明年 就该有他们的曙光了 好 那这个是2016年 对于我们矽谷 湾区房地产 总过的一个 summary 那关于在贷款的市场 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从年初到11月8号 基本上所有的program 基本上都是史上最低 虽然在中间 有一段时间 就脱欧以前啊 那时候基本上是哎呦 连super jumbo弄都好做的不得了 30年固定像那种100万的贷款 甚至到150万的贷款 我们弄推百六低的 我今年做的最漂亮 甚至做到3.375过 但是脱欧以后呢 因为银行一度进行那种金融恐慌 特别是那大弄的lander 他们觉得哇一脱欧以后了 本来是赌联邦是要涨息的啊 结果你看一拖再拖一种 去年12月份拖到现在 今年12月必须得涨息了 在那之前啊 就是本来就叫嚣着 涨4次涨5次 结果一次都没涨嘛 所以大弄银行损失惨重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他根本不愿意把rate很低的放出来 所以基本上大弄从脱欧以后 我们就不是特别特别好做了 但是呢 11月8号以后就更难了 现在rate就已经是大弄 不管是大弄小弄都已经开始暴涨了 是 那造成这样子的情况的 有几个在美国内政的一些经济的元素吧 当然最主要是12月加息 现在是势在必得了 现在几乎没有悬念了 因为美国国内的形势实在是一片大好啊 咱们先不管这个传业上台不上台 咱们先看看最近的股市 就是最近的消息 就是各个各个地方 明天就是能放配料要出来 只要不是太烂 只要不是太烂 加息几乎毫无悬念 但是现在你看看10月份的零售业业绩上升了0.8% 然后给加息增加了可能性 然后个人支出和PCE支出又非常非常的欠利 人就认为加倍的几乎没有理由不加息嘛 特别是第三季度的年化修正值 已经就是GTB修正值已经上升了3.2% 第一次报告的数字是2.4% 对 现在first revision上涨到3.2% 对呀 升幅是创2014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高值了 已经大大的超过了预期值的3.0 2.9这样子 再加上密西根消费 就是消费者信心指数抢眼 特别是大选以后 这11月份一下称称称 你看本来比上个月比10月份呢就下增长了8.4个百分点 现在受访的家庭46%的人都认为看好明年的钱包啊 都认为好多地方的钱包 现在甚至连外周的人都说哎呀 我们都觉得未来的八年可能是我们要要赚大钱的八年 现在所有的人基本上啊都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在那之前呢 我们其实不管是大家选举已经结束了啊 好多人的好朋友都变成仇人了 你知道这次进选我们加州还好说基本上大家都当成秘密 因为咱们这边毕竟是民主党啊共和党啊 大家都是那样对比比较悬殊 但好多别的州我都听说过亲姐妹两个都打翻了 哈哈为这事啊 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已经成定局 大家就是耐心 尽心想象来知道是该搞经济的 你看为什么我们看好明年 明年以后就是未来的那个房地产市场呢 你看看美国现在这几年 这么多年的经济搞来搞去 赚了这么多美国的钱啊现在都在哪都在外面打仗的钱 打仗了公司全部外流 外流那些公司都钱进不来啊 因为一回来 他们就要交很多很多的税 35%以上的税 现在那些公司在都把他们的钱 等于说是美国真是活雷锋啊 你不大选 你不知道美国人有多么好 现在那个你看看中国的大楼 一天到晚起 今天我碰到一个美国人 还说我前几年到中国去了一趟啊 然后每过几个月 美国几天去 甚至都日新月异 你那钱都拿的基本上都是美国公司 在那等于是在给别的国家都在搞基建 但是你今天我今天去了一趟 洛杉矶山的channatown 我大概五年没去了啊 然后现在再一看那个channatown 真的是感觉太萧条萧条了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channatown的时候 看了当时的channatown的繁荣 和今天的channatown 你就在一个中午12点一点 还有一个比较豪华的一个餐馆里 我当时就一看到那些餐馆的那些 我就替他伤心 我说这么大一个餐馆啊一中午就没有几个人在那做 连十分之一都做不满 你想想他们怎么活下去啊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出来搞经济的一个建设者了 川普呢我们不认为他是个商人 他就应该是个建设者 像一个建设者来提高美国经济了 好那在这种环境之下 惠敏做贷款的策略应该怎么样呢 我觉得策略是这样 特别是purchase loan啊 在咱们湾区该买就买了 千万别认为最近利息涨了 涨了0.58利息好高 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 你现在看是高吧 就是跟今年年初比 因为人的胃口总是这样子 看到最低的时候 看了一下涨高心里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一直是高的一下到低了 你就心里非常非常开心 现在的rate其实还没达到去年年初的水平 所以现在rate相对来说 跟今年比是高的 但跟历史长河总比还是很低的 所以现在是如果是purchase loan 你看到有像样的房子 特别是在年底之前 因为我们每年年年年讲月月讲 天天讲的一个规律就是 一般在年底之前呢 他那个房子相对inventory虽然少 只要看到新移的房子该拿 因为每到年初又蹦一蹦 明年情况又不一样 本来就觉得如果要是同一个政党当选的话呢 那明年可能会衰退了 但现在给大家一个不停的梦 因为这样的话呢 可能明年年初不但是涨 有的地方是像我们湾区吧 涨呢 好多人认为会涨到两位数字 对特别是便宜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涨得很凶的地方 但是那些很涨的已经很凶的 就说百分比来说 对对对对 超过10个percent 好多人这么预测 当然对全国好多那些到10年到现在都还underwater的 那10都是预测都是最少10以上了 但是咱们这边呢 我就觉得贵的房子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将以现在是完全了解了 那我对他说一点都不晚 无论保本地增或者是免税的财务规划 他说都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 所以呢 我们帮他设计了一个完全适合他们的一个方案 是这样设计的 每一年呢 存84,000 存5年 同时呢 银行分10年低吸保费融资1.26个灭脸 存入事后诸葛亮保证无下跌的倒算指数法 这么一个富力递增的有这个功能的载体中 保证他的财富每一年年年无下跌 这么好 听众朋友们 您再审视一下 来审核一下您家庭的资产里面 有哪一个财务规划 他的account的value 包括您的房子 是可以锁定在今年2016年的value 而且是不会掉下去的 不一定能做到 是的 只有事后诸葛亮保证无下跌倒算指数法才可以做得到 那么在这么一个理财方案中 我们这位工程师朋友 他就拥有这么以下几个福利 第一个资产保全 他会拥有一个300到500万的资产保全免税的 第二个就是免税退休 65岁以后可预计领取的收入 免税收入年收入是在18万8左右一年 那如果领到90岁的话呢 大概是4.7个灭脸左右的免税收入 还会留下近200万的免税资产给下一代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他将来这笔钱是永远也用不到 那么他就可以把这么一个计划 赠予到相关的信托里面 如果到90岁的话 一个将近10个灭脸左右的资产 留给他们的下一代 既免所得税也是免遗产税 从来完全的实现了整个家族的代代的资产扩张了 那自己的下一代或下几代会碍死自己了 我相信这是一个里程碑 那么在这么一个案例中的话呢 富利地争是我们理财的根本 低息套利是目前低利率环境的一个财务杠杆和财务策略 是目前的良机 免税的收入是税法 整个方案是由我们万富理财和全球顶级的保险公司 以及十几家银行共同合作完成的 那我以上所举的这几个案例呢 是根据现在的利率环境和过去25年的相关指数 结合倒算指数法在去掉所有费用之后的中和所得了 它可能并不代表您的实际的所得 也就是说将来股市更好的话 利息更高 您的回报率就更高 反之这更低 好 这个就是legal disclaimer了 Yvonne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没有时间参加明天的午餐会 您也可以打这个电话888-835-0698 888-835-0698和Yvonne来约一个appointment 请她来帮您设计一个免税的财务规划 Yvonne现在的人寿命越来越长 保证领取终身养老金计划就成为退休必需品了 最近401kaira的账户是不是没有保证没有下跌的轻松理财的方案呢 周朗小姐我们现在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这种保证终身的这个领取的养老金计划 退休计划的重点就是有钱敢用 而且是保证一辈子用不完 喜欢百分之百保证的退休计划的朋友们可以考虑参考以下这么一个计划 产品特点是这样的 开户送7%的红利 在accumulation领取钱之前的时候 您的账户是以7%的复利递增保证20年 那可能要40岁就开始做 没关系啊 那如果50岁的话 他65岁取钱就7%增长15年复利递增 在distribution的阶段的时候 以此为激素来计算您的退休收入 保证领取终身 PIL呢可以继承这么一个退休计划 继续7%的复利增长然后领取终身养老金 但是他最好的地方就是如果一旦有了长期护理的话 可以领取双倍的养老金收入 我们有一位客户呢是48岁 太太的退休金很少 他的案例我们就是这样设计好考量的 low over 401k加上RRA总共50万到开户 这个送7%红利 7%增长这个20年的计划中去 如果60岁以后开始领取的话 保证的年收入5万块一年 那65岁以后领取的话 保证的年收入6万2一年 活多久领多久 人债钱就债 万一得了长期护理的话呢 他可以领取双倍的收入12万4 OK好 就像是自己个人的Pension Plan一样 用严税账户的钱 比如说像RRA啦 旧的401K啦 Define Benefit Plan啦 等等来建立终身领取养老金的计划 并且可以进而建立自己个人的Pension Plan 顺便提一下伊旺瑶 他是Alliance Life退休年间的全美华人第一名 相信他的知识和经验 一定能够帮助到您的家庭的 是的 我们公司代理全美国40几家保险公司的年金计划 所以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 无论您在什么样的年龄段 我们一定会帮您找到最适合您的财务规划 轻松理财 借船过河 用时间换空间 把时间放在事业和家庭上 真是聪明 把理财的这一部分呢 交给自己信任的理财顾问 请大家明天来参加 伊旺瑶他们的岁末年终的理财讲座 报名的电话就是888 835 0698 88835 0698 听众朋友们 我们当今的您 我们可能不再缺钱了 但是我们缺的却是资产规划 有人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万富理财对您说保险是门槛最低的富贵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 也也祝您在这个感恩佳节里面 祝您有一个2016年有丰盛的收获 我们期待着在明天的讲座讲座上的为您详细的继续讲解 希望大家现在就打这个电话 报名88835 0698 88835 0698 因为是免费午餐的座谈会 便于正确的买到午餐的这个 这个number呢 就不会有人来说是没有午餐了 所以事先报名是非常重要的 并且还有临时抽奖的活动 非常温馨的奖品是高尔夫球剧一套 masterlife.eventbrite.com是网站报名 谢谢一方祝您明天座谈会成功 谢谢周乐小姐 谢谢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继续聆听下半场的访谈 不要走开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的省税额 终身单边上扬财务计划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40EKERA如何转成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万富理财12月2号本周五感恩午餐讲座 现场抽奖高尔夫球剧一套 报名专线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张力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10年高科技公司财务管理经验 及11年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有36年股市成功经验的Benny Troy 蔡明芝老师要开课了 才小班制 限20个学生 上课时间12月10号周六 9点至4点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未来美股走势分析为主题 市场涨跌三角关系 熟练用五浪法判断破断 善用齐全增加收入规避风险 现场教学 判断自己层次 短时间提高功力 准确判断股性 现场示范进出厂时间 实际案例解析 11月30号之前 报名及付费者299 之后399 询问及报名电话 650-968-2000分机103 650-968-2000分机103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的省税额 终身单边上扬财务计划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401KERA如何转成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万富理财12月2号本周五感恩午餐奖座 现场抽奖高尔夫球具一套 报名专线888-835-0698 8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eak.com 您想做明治病救人 守护家人健康的真酒师吗 国际医药大学12月3号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持久的真酒师 春季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课程丰富 选择灵活 试资优秀 高执照通过率 学费最优惠 三年完成学业 考取执照 开办诊所 请致电408-738-8889 408-738-8889 资深专业理财顾问 以望瑶 讲解岁末年中三招省税 延税免税退休计划 一针见血 谢股地产实业公司 负责人董燕杰 介绍该公司全面业务范围 以及2017年房地产趋势分析 专业理财师沈荣 讲解长期护理的种种用途 以及税务的来龙去脉 请于12月3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那么还有一个孩子呢 才十几岁 也是他们的担忧 那先生呢 特别希望能够给太太和孩子 一个财务上的安全的保障 那我们洽谈了三个小时之后呢 我告诉他说 您不用担心 您家庭的这个财务计划 我们可以做得非常好 而且我不需要你这么多的钱 于是我们给他们设计了两个方案 他们非常的认可这两个方案 第一个计划就是说 我们在他的太太的名下 每一年呢 存二十几万 因为他有两百多万的现金 闲置在旁边 所以每一年存二十几万呢 存五年 总共是一点一个灭脸 啊OK 分五年一点一个灭脸 所以他手上有很多的现金 可以hold在旁边 那如果太太五年以后 要领取这个收入的话呢 预估的收入是九万八左右一年 免税的年收入 那这等于税前的钱 要超过十三四万了 是这样的 以目前的税率 那么十年以后的话呢 他如果领取的话呢 将近是十四万左右一年的 免税的年收入 十年以后 他才不过六十五岁左右 是这样 那六 但是十五年以后呢 他每一年可领取的 就是二十万左右一年的免税的年收入 很丰富 同时呢 还会有一个四百万到一百万左右的 一个免税的资产保全 那么这么一个计划的话呢 既没有下跌的风险 同时呢 又是在啊 一个利用这个国税局的 这个免税的税法 同时我们利用了这个低息套利的 目前的锁定的 2016年的终身的低息贷款利率 给他们做的计划 那当然我们就是没有忘记 他们另外一个担忧 这是他们的儿子 那么第二个计划呢 就是因为小孩子还小 父母自然是不放心 是说我现在把钱都送到你的手上 所以我们帮他们做的计划呢 是说每一年存两万多 存十年到这个孩子六十岁的时候呢 他每一年可预计可领取的 免税的年收入是四十几万一年 因为他现在还年轻 这个孩子 他富力增长的跑到这个山坡 太长了 听众朋友们 富力递增已经不是一个梦想 也不只是说说而已 也不是空谈 免税退休早就存在了 中间插的就是您的观念 还有您的行动 欢迎您马上来报名参加万富理财 明天12月2号周五中午在南湾 San Jose有两位荣获全球百万业保险业的顶级荣誉的财务专家 举办的小型的午餐座谈会主题就是从容预见未来 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提供午餐还有现场感恩抽奖活动 奖品是高尔夫球具一套 请大家立刻报名预定座位 报名电话88835-0698 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如何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小商业主如何争取高达21万的省税额 终身单边上扬财务计划 终身免税财务规划 401KERA如何转成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万富理财12月2号本周五感恩午餐奖座 现场抽奖高尔夫球具一套 报名专线88835-0698 88835-0698 网站报名masterlife.eventbrite.com 有36年股市成功经验的Benny Troy 蔡明志老师要开课了 才小班制 限20个学生 上课时间12月10号周六 9点至4点 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未来美股走势分析为主题 市场涨跌三角关系 熟练用无浪法判断破断 善用齐全增加收入规避风险 现场教学判断自己层次 短时间提高功力 准确判断股性 现场示范进出厂时间 实际案例解析 11月30号之前 报名及付费者299 之后399 询问及报名电话 650-968-2000分机103 650-968-2000分机103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先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险于年金的专家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 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资深专业理财顾问以望瑶 讲解岁末年中三招省税 延税免税退休计划一针见血 矽谷地产实业公司负责人 董燕杰介介绍该公司全面业务范围 以及2017年房地产趋势分析 专业理财师沈荣讲解长期护理的种种用途 以及税务的来龙去脉 请于12月3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 矽谷华人电台 成征低阶助理 董中英文 有合法工作身份 办职周一至周五 会开车 客服态度好 工作地点在山景城 工作环境家 有意者请将履历表 电邮至svcmediausa atgmail.com 立即安排面试 佳音理财免费国语讲座 如何将财富留给子女而免付税 于12月4号星期日下午2点 Santa Clara佳音理财办公室 座位有限 务必报名 电话408-839-8596 408-839-8596 或emaillily at golily.com 本讲座同页请不参加 以下节目由万富理财首席执行长 全球保险业最高荣誉 百万元桌顶尖会员获奖者 以望瑶赞助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资深重量级保险理财专家 Master Life Financial Group万富理财总裁 以望瑶 以望你好 周乐小姐好 西谷华人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正值岁末年终了 在明天12月2号礼拜五的中午 万富理财将再次举办午餐理财讲座 主题是从容预见未来 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掌握税务策略的主动权 提供午餐 还有现场感恩抽奖活动 奖品是高尔夫球具一套 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座位了 报名电话是888-835-0698 888-835-0698 或者记下这个网站 masterlife.eventbrite.com 以望是否可以来介绍一下 明天中午午餐讲座的内容重要主题 好的我们税末的这个讲座的主题 总是离不开税务的这个中心 同时呢就是风险控制 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讲座上呢 我们会轻轻松松的传授给每一个家庭 您都可以做的 您不需要有经验 但是可以利用这些富力低增的载体 现有的税法 可以轻松的建立的这个财务规划的四大招 首先呢我们就讲第一招 如何掌握风险控制的主动权 我们来找到一个单边上扬的财富增值的方法 单边上扬 我们没有单边上扬的市场 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有单边上扬的财富规划 就是永远没有下跌的 那就是事后诸葛亮保证无下跌的倒算指数法 那么第二招呢 如何掌握税务控制的主动权 W2税后投资 我们善用税法7702 终身锁定2016年的低息贷款率率 来终身免税套利 一次付税终身免税 那第三招 DC保费融资 您付25%的首付 银行DC融资75% 四两拨千金 我们来实现免税资产的扩张 那第四招退休的巧招了 旧的401KRA 您知道怎么管理吗 您知道401KRA这些延税的退休账户的重点是什么吗 是distribution的方法 所以呢我们会让您转成可以教您几大招 首先是转成7%开户红利 7%富利低增20年保证终身领取养老金计划 长期护理双倍领取计划 保证您的401KRA退休金岁岁年年用不完 那么这几个主题呢是由我和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位财务顾问共同来主讲的 以望在这个万万税的美国对于一个长期以来一直支付着高昂税务的家庭来说 能够永远拥有一个免税的财务策略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并且多么难得的 以望其实50岁左右的听众朋友退休压力是蛮大的 需要也是最急迫的举几个例子来针对这一个年纪群的朋友们可以做的事情 好的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50岁左右的湾区硅谷的朋友们呢缺的不是钱 缺的是一个完整的资产规划 因为没有完整的资产规划 所以缺的是退休的自信 所以呢我们缺的其实上是保证用不完的养老金计划 但是呢在美国我们就有就有一些这样的solution 那我现在呢就是教大家一个方法 一个50岁左右的家庭40几岁的话 您的成本就更低效果就更好 那如何用50万来轻松的免税的退休 但是这个50万是您税后的钱 那有一位50岁的工程师朋友 他听了我们的几次讲座以后呢 他说以前呢是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知识 后来呢是将信 定是便宜的房子现在只要是没有房子的人 该没看到房子赶快拿 不然的话你到明年再给你加个10万的本金 你怎么办啊 你想想利息虽然高 又不是说就高那么几个月 6个月以后万一利息掉了 还可以还可以重新做嘛 所以purchase loan千万不能等 refinance我认为是这样啊 如果是那我们现在先停一下 好不好 我们进一段工商资讯 好 现在讲到做purchase的 现在的策略应该怎么样 是应该看到好房子就要来买 听众朋友今天访问的嘉宾 他是精算子惠敏博士 他们公司的电话是5103530855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惠敏博士算对了 代客利息又降了哦 conforming loan 30年固定3.5 2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75 super conforming 30年固定3.625 2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875 super jumbo loan 7年arm3.0 5年arm2.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藏费用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女校 请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gingerlong.com查询 您想做明致病救人 守护家人健康的针灸师吗 国际医药大学12月3号 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持久的针灸师 春季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无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课程丰富 选择灵活 师资优秀 高执照通过率 学费最优惠 三年完成学业 考取执照 开办诊所 请致电4087388889 4087388889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务训练 创校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 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 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ti.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假座 Guggen贷款银行 以近十年的辉煌记录 在玩区遥遥领先 Guggen有四大office 分别位于 Cupertino Sunnyville Burning Game 和Ceremon Guggen有训练有素的 Long Processors In-house Underwriting 和Funding Guggen贷款银行 以超好的利息 帮您立于不败之地 Guggen贷款银行 欢迎您加入贷款经济团队 Call Rebecca Lane 408-720-6800 720-6800 KTSF26台 半年迎接美好的一天 就日自周五早上六至八 为你带来最即时的交通天气 社区市 身边市 生活资讯 和国内的新闻 一切正在KTSF神族新闻 就日自周五早上六至八 请锁定KTSF26台 大家好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 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 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同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农燕杰 房地产经济 SVRE Beauty Inc 硅谷地产实业公司 从业15年 责任在新 使命必达 Los Altos Hills Listing 崭新豪宅 七房九玉 7800尺 占地5万1000尺 开价1190万 可溢价 有意者请致电 650-867-1248 867-1248 董燕杰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电话和微信 650-867-1248 VRE No.0 1377-923 惠米博士算对了 戴可利息又降咯 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3.5 20年固定3.25 15年固定2.75 Super Conforming 30年固定3.625 20年固定3.375 15年固定2.875 Super Jumbo Loan 7年Arm 3.0 5年Arm 2.75 绝对省钱 无任何隐藏费用 精算子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与笑 请搜索店510-353-0855 510-353-0855 我金晶龙.com查询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精算子惠米时间 惠米刚才讲到现在的贷款策略 如果是Purchase Loan的话 不应该由于 你有没有例子可以给我们讲讲看 这个例子太极端了 其实这个例子就正好是我想提醒大家的 我就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例子 就当年04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客人 他当时他就想买一个房子 看了多少遍让人家领的 我们的一个agent当时 领他去那个房子里看了多少遍 最后一遍的时候 甚至是感恩节的时候 感恩节前一天 把人家塞了也没地方去 还下着大雨躲在车库里 他在那里面看了4个小时 甚至想着这个房子怎么改建 加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怎么怎么样 就是为了他要30 当时人家开价37万是底线 他为了给人砍2000块钱 36万8死活拿不下来 结果最后他就没要那个房子 结果到了05年初 05年我其实到现在都认为 05年初才是当年的美国 不管哪个城市最繁荣的时候 当时正好是利息往上涨 04年就05年也是要涨息 就正好要涨 而且又是他们居然 就是房价涨得最凶的这个地方 你敢相信这个极端的例子 讲起来把你吓死 他要37万要价 他非要砍36万8没有 等到过了5个月以后 我去看那个房子就想起那个 因为当时看到全国都在涨价 我当时就去跑去看这个城市 一看把我看的眼睛都瞪直了 从36万8你才涨了多少 涨了多少 64 64万就这样 下子涨了百分之五六十 六十了将近 这种极端的例子都出现过 所以你要现在假说买自己家 自己住的房子建一个能差不多 OK 反正毕竟是终身的 住进去先闭眼入一个 如果是投资房看到有那么便宜的 而且最好能break even 甚至稍微赔一点 但是看到potential 我觉得该断就断了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但愿希望明年这种好事再发生 这样的话大家就皆大欢喜 听了我的讲座 今天就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好我们来讲refinance refinance 就是我觉得是ARM快到期的 应该抓紧 如果要明年二三月份到期了 你现在就千万不要犹豫 别为了这省着一两个月 因为你refinance本身还要拖个一两个月 对 而且在12月 就是今年12月下旬就涨息之前 不可能再会降 只可能涨不会降 所以ARM的利息要到期的话 得赶快抓紧做了 然后但是那个fix loan 只要你现在利息比现在高 OK你可以做 但是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但是如果要是不比现在高的话 你就没必要 当然你要觉得就是ARM的人快到期的话 你说我是不是赶快fix存一个fix loan 这样的话我怕他再涨再涨 我不建议你马上做个fix loan 因为fix loan毕竟现在涨得太多太多了 你现在就打一个心理平衡 就说我现在的虽然这个高 如果要是几个月以前 我把它当成fix loan是做什么什么样 现在这个ARM loan 毕竟比当年最低的时候的fix loan利息还要低 我觉得做贷款就是先稳步达到一个平衡 一个阶段有一个最适合当时的贷款策略 所以我就觉得每次利息划划狂涨的时候 不是要特别特别紧张 我这种情况还碰见过 就是13年5月份的时候 就那么一个月之内 就30年就10年公债涨了 0.5以上而且那个fix loan 一下子也涉蹭蹭蹭 涨了一个百分点 那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两家银行很狡猾 他的那个loan的那个利息拉开了 我那时候就老个人就说 我说应该做这个program 那个program 现在我们就一会就可以看到resheed 我又可以讲应该做什么program 什么program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resheed 好了 primary residence refinance no point no cost的情况呢 低于417的 我们先讲confirming loan 30年固定的现在要4.0 20年固定要3.75 15年固定3.375 10年固定10年付清3.25 你看我们再看一下 马上看10年现在是3.5的利息 你看跟30年已经拉开了0.5的距离 对 所以呢 现在想马上 哎呦 贷款快到期的人 你说哎呦 我想去做个fix 想时间长一点啊 我不建议你去做30年做10年 因为毕竟这10年你看你就是做一个阿Q的精神势力法说啊我如果做10年今年最好最好的时候六 其实在11月8号之前我能做到3.375现在这10年也不过3.5嘛就比你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呢10年其实真正跟30年比起来我要是脱开0.5的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完全可以推荐这个program 原因是你想10年时间足够长了你在10年之内不换房的几率都有很小啊即使是这种情况都会发生10年之内怎么可能利息没有变动呢 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家的房子10年之内不做refinance的从来没有过连三年都很少见何况十年呢 OK好那除了这种贷款的利息现在就来看一下10年7年现在是多少7年3.375 所以如果你要是做17年的话不如做10年就差0.125嘛 5年的看起来还蛮低的5年3.125还行所以要贷款快到7的人哈我觉得先做一个折中的方法5年不然的话你想想今年你现在是那个嗯 现在所有的program都是都是Libro的program都是2.25的margin加上万业LibroindexLibroindex最少是1.6了所以你一旦到7的话你的利息就会到多少最少3.875而且是一年浮动的所以现在改成5年还来得及 Super conforming417000到625000的long呢现在30年固定已经到4.25了no point no fee 20年固定20年父亲也到了4.0了你看都比那时候涨了最少有0.75左右了然后15年固定15年父亲是3.62510年10年arm呢这个program是3.875不是特别特别友好没有刚才那个conforming那么友好对 Super conforming的7年就比较友好了我觉得你要是做Super conforming的10年不如做7年7年3.375好ok好是5年呢3.25都是no point no fee的 Super jumbo真正的档额贷款62万5一直到300万的贷款额这个37年固定力反而不是很难过它长得不是很凶哎所以现在也4.25跟Super conforming的利息是一样的容易做到吗很容易做只要long to value低于百分之百分之60 然后呢信用分最好超过740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都不难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信用分哎740对别的人来说很难对中国人真的不难我经常有客户跑来跟我说哎呦我信用不是很好我一查出来780这还不好都说呜都都认为780是不好的信用分有这么好笑的所以银行的时候特别喜欢做我的贷款说说你的客户真的是那个质量是太好了long to value平均低于50%然后呢特别是信用分都767平均分 嗯嗯好turn one arm这个program的是3.8757年呢是3.3755年3.25好